喵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現在要去 每個禮拜 只有開一天的夜市 而且我期待一整個禮拜 因為這一整個禮拜都在下雨 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電力不足這杯關機 怎麼辦 現在有點微陰天 究竟我今天可不可以順利逛到夜市呢 不行喔 我很期待耶 太刺激了吧 我們剛剛進雪 所以之前我還在想說 陰天希望不要下雨 一出來就暴雨 而且我還被雨滴打到這個前面下到 那我的宜蘭 等一下要怎麼辦 它現在在雨晴故重耶 這個天氣 這樣把妹不行喔 這樣子很…對心臟不好 大家好 我是美書隊一千千 哇天啊我今天好興奮喔 我現在呢要去宜蘭的清溝夜市 是不是很疑惑喔 想說去宜蘭逛夜市 首選不是應該是羅東夜市嗎 但因為我前陣子跟Fred的合作的時候呢 他就很推薦我一定要來清溝夜市觀光 我這不就來了嗎 而且呢 我跟你講 它非常特別的是 它一整個禮拜 只有開一天 禮拜三 感覺我今天可以從頭吃到尾 好興奮喔 我們就一起來逛吧 感覺… 感覺等一下… 天方有藉素照相 藉素 有沒有感覺這邊 這個亮光或是天使降落 咻 我們今天其中一個目標 Comba 它已經在排隊了 Oh my God 蛤 不然我們吃個甜香好了 然後就回家 大家 我現在到清溝夜市了 然後跟大家看一下旁邊 清溝夜市它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在田中間 它一整條它有1.5公里 然後呢 來這裡有一個叫陣手 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你一到 第一天 頭一天 來 大家畫信號畫起來 先去排掛包 所以呢 我們剛剛已經有人 現在已經在掛包那邊等了 那我們就一起來逛吧 好久沒逛夜市了 我好興奮 我是清溝夜市少女 清… 好喘喔 我覺得年紀大了 不是 這樣子玩 來喔 與眾分享一下 對啊 這個是不是有點太長了 欸 怎麼這麼快 排骨酥很快 喔 排骨酥已經拿到了嗎 對 看拔排骨酥 給大家看一下 看拔 這個阿拔真的是好 而且出門的時候 有人一起來也真的是好 你看看 我們剛剛只是裝了一下設備 就立刻已經有東西吃了 等一下 很燙 我們先冷靜一下 喔 很燙耶 欸 它非常好吃耶 它外面非常的酥 然後裡面的肉是很嫩的那一種 它搭配它外面那個胡椒吃起來 味道超香的 你有看到它那個肉汁嗎 這咬得好香喔 好適合來一瓶啤酒喔 等一下 我覺得晚上看到上次也好燙 除了原味之外呢 它有一個檸檬椒鹽 也是它推薦的口味 我們來吃吃看 檸檬椒鹽 網路上我看到有些人說 這個是大人的味道 我覺得檸檬椒鹽顧名思義 就是多了那個檸檬椒鹽的香氣 但我比較喜歡吃原味 因為我喜歡那種 淡淡的那種鹹香味出來 然後少了那個味道 好吃 這可以買 我們剛剛遇到了來清溝夜市非常多次的 是學生對不對 是… 很巧我也是 等一下… 18歲 18歲… 因為他們來清溝夜市非常多次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覺得一定要吃的品項 我自己個人是喜歡 因為吃的排骨酥 排骨酥嗎 我自己吃上去 我剛剛吃了 來 下一個 燒肉刮包 燒肉刮包 那你呢 不能一樣 有一個那個什麼 炒飯 你是不是騙我 他一臉很疑惑 他算來很多次 就是那個炒飯那個什麼 有音樂嗎 你有聽到音樂嗎 好喘喔 怎麼會這樣 嗨 嗨 別關機 好好吃 現煮的 現煮的 對 對 我要一個這個 先吃 帶走 先吃 30 好 謝謝 耶 糖葫蘆 我跟大家說 因為我前幾天剛好直播的時候 買了那個唐吉哥的糖葫蘆 然後它的那個糖葫蘆的皮比較厚一點 所以我剛剛靠到它的手 立刻就想要買一下了 而且這是我印象中的糖葫蘆裡面 就是要包蜜餞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皮很薄 咬下去的時候跟那個番茄混在一起剛剛好 就有一種甜甜的 又有番茄酸酸的汁跟蜜餞的那個味道 欸 這樣我跟你們說 就路上吃這個要很小心 因為呢 很怕你會被撞到 所以不要這樣吃 要這樣橫著吃 沒有 死 知道嗎 太久沒逛夜市有點興奮 找下一間 我跟大家說 現在呢 我們正在夜市的正中間 它非常特別 你看我從巷子裡面走進來 它的旁邊就是甜 是不是很有感覺 你有一種甜眼風 而且我今天的OOTD就是為了配合這個 有沒有 沒有 而且呢 我覺得非常特別的是 我們等一下如果找到想吃的店家 你就可以坐在它的座位 然後旁邊就是甜 然後坐著這樣邊吃就感覺 哇 很舒服耶 很適合來個啤酒 你們是不是以為今天會有啤酒業配 沒有 請換完日子 可以再換檢查 好 這個是要射它對不對 對啊 好 射它 來喔… 欸 它一盤超多的耶 我覺得我很強喔 你有看到嗎… 我全中耶 沒了 為什麼我打不到後面的耶 然後怕我打完了 那我要 我要那個 謝謝 換這個 換這個 這個可以給我子女 我妳請請啊 哇 這個如果我手上沒有很多東西 我一定會買 等一下 那隻Hello Kitty是不是長得有點奇怪 欸 這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怎麼辦 想拍 可是這裡人超多 怎麼辦 默默動心耶 趁著排隊過程中呢 我們覺得可以分頭進行 我先去買對面的雪球冰 好興奮喔 我要用餅乾裝 好 蛤 怎麼辦 只能選一個 我有點不知道選哪一個 妳要什麼口味 妳說 我要鳳梨的 鳳梨 再來 翁來… 翁來 再來 翁來 翁來 等一下喔 再一個鳳梨 好 再一個鳳梨 那我要一個百香果 好 試試看啦 我自己做的啦 你自己做的喔 不要吃太甜 啊油耳甜嗎 不會 你試試看 謝謝 謝謝 耶 老闆沒問題 我去吃上 好吃嗎 我還沒吃… 我還沒吃 我還沒吃的 老闆說他自己做的 真的看得到百香果的那個籽耶 而且我跟你說 你知道為什麼會點兩個鳳梨嗎 因為翁來跟鳳梨 我忘記他們兩個是一樣的 因為太久沒有用台語了 我覺得我又活過來了 因為我覺得好熱 冰淇淋呢 這個我覺得可以買 因為通常夜市的冰啊 冰淇淋它很容易會很刺甜 然後跟化學感有點太重 可是這個比較不會有 它不是會讓你驚豔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在夜市吃到這個冰 我覺得算OK 它的鳳梨裡面是有那個鳳梨果乾的耶 我這樣點多少錢 喔 三樣30 這樣才30耶 然後它說加一個甜筒5塊錢 是不是才35塊耶 這麼便宜耶 我覺得我現在整個冷都涼起來了 這個 香死… 夜市最棒的就是你可以點完直接現吃 我跟你講這很重要 來囉 我來開囉 很燒 熱騰騰剛好的 對 它連碗都很燙 你就知道這有多珍貴 你最珍貴 來給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再靠近一點 有沒有覺得皮膚很好呢 好 我們來吃吃看 我點的是它的綜合 因為我其實也很想點它那個竹筒飯 可是感覺好像會有點太heavy 所以我就只有點這兩個 I love you 喔 好香 欸 我跟你說可以 它這個石斑烤肉 因為它剛剛就一直在裡面反覆的炒 我以為吃起來會很乾 可是它是Q彈有彈性的 它的調味是那種黑胡椒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是那種黑胡椒 鐵板麵的那種調味 然後多一點點辣 超下酒的 這個如果你有點它的竹筒飯的話 你就是可以邊吃飯邊配這個 因為這個是白飯殺手 來吃吃看它的這個 它的香腸 它的香腸是那種 肥肉比例比較多是我喜歡的那種 但我覺得肉的香味還好是正常 欸 我覺得是可以買耶 它的鹹度有一點點高 所以如果你吃比較清淡你就不要買它 有人知道我在跳什麼舞嗎 這年輕人才會知道 好 我們繼續下一家 吃到飽好了 吃到飽好了… 各位觀眾 剛剛開頭有沒有跟你講一個小秘訣 就是到的時候一定要立刻去排刮包 我們剛剛六點來 立即一個半小時 我們終於排到這個傳說中的燒肉刮包了 然後我點的是他們推薦的沙沙醬口味 但因為這排了一個半小時真的太久了 所以呢 我們… 欸 我們總共買了幾顆 我們總共買了七顆 我跟你說排隊給它排下去 不要只有買一顆 我們就給它全部買起來 隔壁樓下鄰居誰要吃我通通都給它 然後呢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它的包法有點像摩斯 就是像漢堡的那種包法 而且它蔬菜包得超美 我有點小期待 一個半小時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呢 等一下 我們要一口給它下去 練習一下 好 我跟大家說 它的那個刮包炸得非常的好 它外酥 等一下 香菜跑出來了 它外酥然後內軟 它咬起來其實有一點點那種饅頭的香味 然後內餡燒肉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它燒肉吃起來的那個肉 有一點點乾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 其實我覺得比較像是那種 就是燒肉漢堡 只是它的外面的餅皮 是用刮包下去呈現的 我現在是抱持著感 安德馨在吃這個一個半小時的刮包 攝影師它就是你知道 沒得吃 所以它本來是這樣舉著… 現在變這樣 又一個很無奈的表情 沒關係啊 然後刮夜市你就自己吃就好了 好 吃完了 我覺得這個燒肉刮包啊 對我來說我會覺得嘗鮮可以 那下次來我覺得有吃過就OK這樣子 好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害羞拿著這一隻 剛剛已經有阿伯說的兩條甜了 喔真的 阿伯問你什麼 你在找人嗎 我們有位子了…各位 你看 就是這個 今天的重點清鍋夜市旁邊就是甜 多有Feel啊 來 各位我們終於可以來吃了 剛剛其中一個弟弟推薦的小林炒飯 然後我點了它的炒飯跟蚵仔蒸 而且我跟你講我還點蛋炒飯 不是什麼蝦仁或什麼其他 我們就想要點一個60塊最原本的 蚵仔蒸是70 你看它的蚵仔有多大塊 欸 這很滑耶 但我們先來吃炒飯 因為炒飯的味道應該是比較淡的 剛剛看它炒蛋韌著 我們來試一下味道 它的味道吃起來稍微比較油一點點 然後我還滿喜歡它那個油的香味跟蛋 跟米飯合在一起的味道剛剛好 來吃吃看蚵仔蒸 哇 你看這蚵仔70塊這麼大顆 下面放的那個是小白菜 你知道坐在田的旁邊吃啊 有一個好處是田本 就是它會吹微微鬚鬚的那個涼風 因為剛剛在葉子裡面其實滿熱的 現在坐下來吹著那個風 就莫名這麼涼了起來你知道嗎 欸我覺得它蚵仔蒸還滿好吃的耶 就是它蚵仔很打咳之外 它咬起來的味道也還滿鮮的 等一下要去買飲料的 有一點興奮 我剛剛忘了講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旁邊的場景有點熟悉呢 因為就是無力師傅我的哥哥 非得害曾經坐在這裡吃 然後我現在就是跟著我哥的腳步來 我覺得它炒飯吃起來的那個油香氣還滿夠的 米飯我覺得粒粒分明 但有一點點偏軟 它如果再炒乾一點會比較重的 可是我覺得以夜市來說 這個炒飯我覺得算非常及格 我覺得是我經過 如果看到我會賣的那種品項 它的蚵仔蒸也不錯 因為它的蚵仔非常的大 而且咬起來很鮮 好 買 要去買絲哥了 絲哥 絲… 意義不明 來喔 傳說中 也不是傳說中啊 絲哥水果茶 因為這次來有兩間很想喝 一間是泰奶 一間是絲哥水果茶 而且我一直以為他是帥哥 沒想到是絲哥 但老闆也是帥啦 而且他在 就是在買的時候 他還在旁邊就是現切那個鳳梨在煮 我很好奇它喝起來是怎麼樣 它是配細吸管 而且它裡面是有非常大的那個鳳梨塊在裡面 所以我等一下喝完之後 我還可以把它拆開 就是吃它的那個鳳梨 而且它上面沒有笑話 那是一個小孩子追著一本書 現實生活中真的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嗎 我覺得滿好喝的耶 它那個鳳梨的味道 它不是那一種酸度比較夠的 它是那種鳳梨的香味 我覺得甜度稍微有那麼一點點高 可是我覺得喝起來是香的 而且呢 因為可能我剛剛太熱了 所以我覺得喝一杯這個感覺 就是還滿消暑的 它的那個鳳梨還要付一個竹籤 你可以這樣插它喔 是不是很貼心呢 而且你知道我有多幸運嗎 有看到這個雨滴喔 來 各位 誰說我是雨神的 你看我一上車才開始下雨 這就是愛知不知道 然後我今天這樣一整個吃下來啊 我覺得清工夜市很特別的一個點是在於 因為其實滿多夜市 它食物的部分重步性還滿高 但它這個沒有啊 它其實還滿多陽性的 像掛包那個 我覺得它吃起來還滿清爽的 味道也還不錯啊 欸 我很喜歡石斑烤路那一個 石斑烤路那個完全是可以買回家 配啤酒然後18天 我覺得非常的下酒 啊 排骨酥 排骨酥我覺得非常的香 然後排骨酥我強烈的推薦大家買 如果你馬上回家的話 就是立刻把它紙袋拆開 因為它現吃 跟它放一陣子在吃 我覺得味道會稍微差一點點 是因為它的外面的那個榨皮 因為放在袋子裡面會被浸濕 所以它那個吃起來的酥脆 可能會差一點點 但是我跟你講它現吃真的有夠香耶 我喜歡原味 然後檸檬椒鹽的味道 我覺得也不錯 清工夜市 因為它是禮拜三擺攤嘛 其實宜蘭它還有幾個流動夜市 分別是345就是輪流擺攤 但因為他們每週其實 他們會有不同天在其他的夜市 就是固定其他的夜市擺攤 所以清工夜市人比較多 大家也可以選擇 如果你想吃哪一個其中一個品項 一個店家的話 你可以去查說 它可能禮拜幾會在哪裡擺攤 就是你知道小技巧 因為這裡人真的很多 但是有時候逛夜市 人多特別的有感覺 不是嗎 我今天沒有玩到套圈圈其實我有點傷心 但至少我今天有玩到打彈珠 但是我覺得我打得滿好的 好啦我們下次呢 究竟要去哪裡玩呢 我覺得我今天的夜市之旅非常的滿足 因為吃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就回家吧 喝著我的詩歌邊回家 詩歌不是唱歌詩歌嗎 你這部卡丁我等一下會硬聊 冠生這裡有寶可夢嗎 對 沒有 沒有 那你有抓到什麼嗎 這邊就不要走 有 給大家看 直接給 直接給大家看這樣有對嗎 好了啦 我是美食物很千千 我是Pia哥 我是志祺 我是許波 我是無知 You're walking voice Hummy Video Cat 網紅館 發燒搶片14天搶先看 恰恰 獨家寫劇大片 會員無限看 Fuck at me Fuck at me 哥哥 爛人嘛 他們